美国大选如何影响黄金外汇的走势 大家好 那么我们看到美国大选又要开始了 基本上就下周就会尘埃落定了 究竟是谁当选为新的总统 对外汇及黄金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先说一下黄金 首先美国大选它不会直接对黄金市场进行影响 它会影响什么 它会影响美元 而美元的波动就会直接影响到黄金了 那就目前来看 如果说是特朗普能够当选下任总统的话 将会对黄金的形成利空 为什么 因为第一 特朗普当选 他首先对于美元将会走强 因为特朗普他是奉行贸易保护主义 就在其他的地区 那么你可以随便搞 比如说在他上一任总统期间 就对外进行了很多的一些关税贸易壁垒 比如说对别人进行加税 这个时候是一种强美元的一个表现 那么美元一旦上涨走得比较强 将会对黄金利空 其实特朗普在国内来讲 他是比较奉行自由贸易主义 就是在国内他是管得相对是比较宽松的 这个时候其实是有利于释放美国的经济活力 对美元也是一种利好 但是对黄金就是利空了 第二点 如果特朗普当选的话 他会解决什么 俄乌冲突 那如果说俄乌冲突 一旦能够和平的这样一个解决 那对黄金很明显就是利空了 是不是大家都知道 乱世买黄金 但是和平时候 那就黄金就变得贬值了 那大家就会想 那虽然说俄乌冲突 如果说能够解决的话 而中东地区危机 这个也对黄金形成利多 不是也打得热火朝天 虽然说美国他也是支持以色列的 但是你发现没有 那以色列和伊朗虽然说闹得很僵 但是不会把冲突上升到战争的层面 以色列虽然说看起来好像很凶 有大哥蹭腰 他就无所畏惧 但是伊朗也是有大哥的 他只是目前还并没有用大哥 这里其实和俄乌冲突也有关系 伊朗背后的大哥其实也是俄罗斯 那如果说俄乌冲突能够和平解决的话 那么中东地区呢 那这个危机也会逐渐减弱的 这样一看呢 世界和平呢 冲突逐渐减少了 那对黄金也是形成利空的 好我们再说啊 第三点 如果说哈里斯他当选的话 对黄金有什么影响 哈里斯呢 他基本上会延续拜登那些经济政策了 所以和目前差别不大 他会继续的去支持乌克兰 从而呢 俄乌冲突会继续 这个对黄金的影响呢 前两年很大 但是现在呢 已经逐渐的去淡化了 那么中东地区会继续 而哈里斯的经济政策呢 对美国来讲 他是不太在乎这个美元的一个走势的 那美元呢 相对可能会走的比较弱一点 而如果说美元走的比较弱 那对黄金会形成短期的一个力度了 另外第四点呢 无论他们谁当选 那么美国的目前的变化 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因为美联储呢 他是不会关心谁当选总统 而去改变货币政策的 那这个时候 我们从美国的经济数据来看 目前美国的通胀 是逐渐在下降的 那通胀下降之后 美联储呢 就不需要再去 在货币政策上面 进一步的宽松了 如果说他之前这个降息 我们看他已经降了 这样之后呢 那年底 大家预期他再降息 而年底如果说不降了 那这个时候 对黄金呢 也会形成利空了 所以无论是谁当选总统 他们都将会影响美国经济 以及美元 从而呢 影响到黄金 就目前走势而言 影响黄金的因素 大多数是偏空的 而极少数是偏多的 那美国大选 究竟会如何影响国际增加呢 黄金是突破2800 还是在2800附近 开始大幅回落 大家可以呢 扫屏幕上的二维码 或者是在微信哪 搜索阿萨社区 关注之后 回复学习 就可以跟着我一起来 把握机会和方向了